战机轰炸机接续起飞 这是大陆央视公布的演习画面 宣布解放军东部战区已经完成部署 下午1点56分到4点 中共朝台湾北部南部东部 乌丘东营等离岛周边地区海域 发射11枚东风系列弹道飞弹 国军运用各种预警监侦机制 即时掌握发射动态 启动相关防御系统 并且强化战备整备 国防部强调一切都在掌控之中 大陆发射东风飞弹 台湾也开始实战操演 国防部已经训令长城预警雷达 及具有反弹道飞弹系统进入实战操演 像汉光演习战士的天宫三行 及爱国三行飞弹部队属于防御型飞弹 我只能做观测你的雷达系统 还有你的原程长城雷达 可能抓动它 它从哪个地方发射 我们这次没有做音音 我们爱国者三跟天宫三行的飞弹 它是反弹的 那我们并没有去拦截 如果拦截的话我们怎么会迎击了 那就双方就有点交战的状况 就怕冲突一触即发 现在国军部署也提高层级 那整个营待命的话几乎就是 整个机程都动员起来了 因为以前只是连事小单位 关于到游泳转战我们怎么办 所以我另外已经到营给待命 国防部也将原本兵力为连级的战斗队 提升为人数较多的迎级特遣队 不过战备状况维持在经常战备时期 如果提升为防御作战时期 恐怕会开启战争 目前仍然着重在防御 针对中共频频动作 国防部强调三军也将协力维护国家安全 TVBS新闻周易风俗沛与台北采访报道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道国际新闻的 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小铃铛